之前我在五菱红光的视频里提到过高河的六扇门 那很多人就好奇了 高河这门真不错 看看价格吧 六座版57万起 四座版80万起 那很多人就被这价格 座椅给劝退了 咋了多两个座 你却给我便宜了一辆克斯拉 那是不是我要八座十座十二座版 这车就要免费了 你当我不会算数 算了不买了 还是我的厂朋友环保的阿玛丁的车最靠谱 而且这高河logo怎么看上去这么眼熟呢 其实高河这logo是字母Fi变形而成 也就是高河HiFi的那个Fi 但我怎么总感觉是在对我比国际友好手势呢 那今天我就来申巴一下 贾跃亭FF的中国继承者 买门送车的高河到底靠谱靠谱 我是小妮 唐书记 先说第一点 贾跃亭继承者 那为什么我说高河是贾跃亭FF的中国继承者呢 咱们先来个小测验啊 你认为哪辆是高河 哪辆是贾跃亭的FM呢 可以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 那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啊 因为FF有个明显的特征 3D自动升降激光雷达 那这玩意儿说是FF的黑科技 自动驾驶神器 但我看FF官网量产版 这配置被抛弃 原来又是贾跃亭的传统记忆 那您是不是有那个回国的打算呢 请问有没有 那这些的 老贾是一个 这个时代非常稀 非常稀有的那种 那种奇家精神 那再来个测试啊 图12345 你能分清楚哪辆是高河 哪辆又是FF吗 给你三秒钟时间认一下 3 2 1 其实这里面还有辆我上集讲过的 极客汽车混入其中 你发现是哪辆了吗 所以说高河和FF 咱们不敢说一模一样吧 只能说非常相似 难怪很多媒体小师讲高河时 花一半时间都在盘他这车门 也就是他和FF的最大区别 其实高河不只是外形和贾跃亭FF 非常相似 高河的老板 也就是华人运通这家公司的老板 丁磊 也是和贾跃亭有过很长一段灭期的啊 注意此丁磊 并不是那个养开心黑猪的网易丁磊 那高河的老板丁磊 长得像李开复 他曾经就是贾跃亭的人 因为丁磊在2015年 曾是乐视超级汽车的联合创始 全球副董事长 中国及亚类区CEO 当时贾跃亭还专门发过 微博两人的暴手照片 后来还有两人伸手比个五的合影 那我没太懂是啥意思啊 难道是暗示贾跃亭五年内必回国的意思吗 后来在2017年7月 贾跃亭乐视造车梦碎 逐梦美国演艺圈 一边住着美国大豪宅 一边经常云回国 而丁磊在贾跃亭出走美国之后 几个月后在上海注册了一家新的造车企业 华人运通 就是生产高河HiFi X的这家公司 哪怕汽车圈那人都知道丁磊和贾跃亭的关系 但无论是在华人运通官网 还是丁磊的百度词条上 甚至在丁磊的各种专访里 都非常刻意的回避了丁磊和贾跃亭乐视的这段关系 比如在百度词条上 丁磊2015年7月至2017年6月 这一段时间的履历是空白的 但稍微搜一下就知道 那是丁磊和贾跃亭的蜜月期 很明显啊 百度词条这是在帮丁磊弱化和贾跃亭的关系 那我好奇 这是不是充值就可以做到的优化方案 而前段时间上市的FF 其实也在弱化和贾跃亭的关系 在大多数人看的官网宣传材料里 把贾跃亭排在右下角的第九位 那按照惯例来说 作为公司的重要创始人 绝不可能被排在击脚干拉的 这个等我以后复盘贾跃亭FF时再详细聊吧 感兴趣的话可以帮我点赞催更 上次我说聊汽车芯片 极客视频点赞还没破万 看来大家催更的热情不高啊 接着说第二点 高和会凉凉吗 那我们先看看华人运托老板丁磊 是如何打造高和品牌的 所以说我们打造我们高和品牌 实际上从一个全新的 全新的这个维度架构了 过去可能是一维的 传统车的performance 这个外形啊 内饰啊 它的一个维度 我们可能是三个维度来打造 所以说这样 品牌的内涵就会比较深厚 从一个维度到三个维度 怎么这话听上去有生态画反那味了 你觉得这是听君一席话 如听一席话的答一 以为梦想窒息的答二 虽然高和和贾跃亭来FF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但我还是认为高和凉凉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华人运通的背景确实很硬 那先扒一下创神丁磊的履历啊 除了和贾跃亭那段灭期成了职业污点 其实确实是挺硬的 复旦大学硕士 曾任上汽集团副总裁 上海通用汽车总经理 张江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 甚至还当过浦东新区的副区长 注意浦东新区在上海可不简单啊 在上海的行政级别 要高于其他的区县 是副部级 而其他市下去是正厅级 否则你这个从大众到通用 然后再次上汽集团 普通新区高科医院区 这一切都是组织安排 丁磊就这履历背景 别管他是否跟过贾跃亭 放在造车市场上也绝对是香伯伯 听说之前特撒还专门挖过他 那我再用自己花720块大洋 雪亏开的天野茶两年会员 申巴一下高河背后的资本背景 丁磊作为董事长的上层公司 叫华人运通控股 我们在网上申巴 有家叫Human Horizon的香港成立公司 占绝大多数98.785%的股权 而中宝头新能源汽车股权投资 仅占1.215%的股权 中宝头听名字就知道 是国家队选手 背景有多硬我就不多说了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截这张图 更重要是再申巴一下 Human Horizon这家公司 毕竟它才是最大股东 这是一家注册在香港的公司 但用天眼茶只能查到负责人还是丁磊 但完全查不到股东构成是谁 那该怎么办呢 高和造出80万的电动车 它的钱到底是从哪来的呢 我突然想到上次我分析极客时 发现极客的股东就发生过变化 但本质上都是极力相关的公司 包括我最近加入的奇迹创谈 也变更过投资人 从YC中国变更为Miracle Plus 实际负责人还都是陆奇 那华人运通会不会也出现类似情况呢 果然如此 接下来我的申巴可能有些枯燥 不过很有料 你们忍一下 如果让我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华人运通背景 那就是上汽原生 江苏延城 东风月达起亚加成 先说第一个关键词 上汽原生 我查了一下华人运通的投资人变更历史 Human Horizons 作为投资人变更前 是一家叫做华人运通控股有限公司来主要控制 而华人运通控股的股东包括 两个最大股东 善智和加上海泽觉会 合计占比40% 榜一大哥是丁磊 实际控制人是丁磊一家人 因为丁明成其实就是丁磊的儿子 另外还有三位个人股东 王志 李冠文 李冠斌 那从名字上就能看出是兄弟 他俩父亲是李旭华 深圳市满京华董事长 我查这公司背景时发现了个熟悉的名字 那满京华旗下有安华汽车 拥有别克雪佛兰 凯迪达克荣威奇亚品牌 30余家授权销售与售后服务中心 注意 别克雪佛兰凯迪达克 都是属于通用汽车 在华合资公司上汽通用 而丁磊呢 曾任上汽通用总经理一职 这回你懂了他们是怎么认识了吧 原来是丁磊老中家的经销商兄弟 再说高和背景的第二个关键词 江苏延城 往下看 华人运通还持股了延城经济技术开发区 华人运通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基金 背后大股东呢 是华人运通控股 和江苏延城市人民政府 华人运通控股占50%多 延城市人民政府占40%多 感兴趣可以截这样图 这回你知道了 为啥高和老频繁出现在延城了吧 就像未来老出现在合肥一样 再说高和背景的第三个关键词 东风悦达企压加成 华人运通控股 重磅持股了一家公司 叫华人运通江苏技术有限公司 那这家公司呢 还有一位持股20%的股东 叫江苏悦达集团有限公司 那它背后呢 也有延城市人民政府 和江苏省财政厅 大家都知道啊 那个东风悦达企压 正是出自江苏悦达集团之首 同时呢 悦达还为高和解决了最稀缺的生产资质问题 把东风悦达企压的一家老工厂 常租给高和 所以我说啊 高和汽车的背景够硬 上汽原生 江苏延城 东风悦达企压加成 这比绝大多数 跑在前列线的新势力背景都要硬 而且丁磊的能耐还不止如此 如果还想申办 丁磊所兼任的东海岸基金董事长 也很有料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点赞催更 最后说第三点 高和更骚操作 如果要说高和的骚操作 绝不只是车像FF那么简单 去年高和为了给Hi-Fi X的发布会造势 在美国纽约 英国伦敦 日本东京 及中国北京 上海的地标性户外大屏上 公开处行 啊不 致敬了特斯拉 保时捷和戴森三家公司 高和说 特斯拉你好 你说如果有人造出更好的电动汽车 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好的 于是我们来了 保时捷你好 你说我无法找到梦寐以求的跑车 因此我决定亲自动手造一台 我们知道你的感受 戴森你好 你说只有当信念足够执着 才能将想法落实 我们证明了你是对的 好家伙 高和这致敬广告 零到十分 你给打几分呢 不过咱们有一说一啊 高和能把这么有特色的高端电动车造出来 而且今年7月8月都是销量400多 在50万以上的豪华电动车里排名第二 仅落后于保时捷Taycan 在30万以上高端SUV里排第六 是ES8销量的四分之一 作为起步的高和来说 也是相当凑合了 要知道上一个把国产电动车 卖到60万以上的品牌 是前途汽车 都快凉凉了 之前我还跟他们供应链老大吃过饭 但他们卖不好可真不怪我啊 除了高和这车本身 华人运通还有更骚操作 因为他们就不只是卖车的 之前我在小担心新课程 年轻人的商业分析课里讲到过 一定要搞懂公司的产品 是2C还是2B的 是有型商品 无型商品 还是服务 比如老罗直播带货背后的交个朋友公司 你以为它是2C和卖有型商品的 其实人家背后重点是做2B和卖服务的 同样的高和背后的公司 华人运通也是如此 那一般消费者看的主要是高和官网 也就是专门卖车的hifi.com 但其实你可以去华人运通的官网 humanhorizons.com 扒到更多料 那我简单说几个吧 首先华人运通除了高和量产车 其实还展示过这样这样和这样的车 那你猜猜这些车是真有用还是PPT呢 觉得真有用的打1 PPT的打2 就是我们创建华人运通的时候 就不是简单的定位我制造车 或者是制造电动车或者新能源车 我们更想的是去改变人类未来交通出行 那丁磊不愧是假月啊不 做过公关的人啊 华人运通在2018年10月22日还发布过三制战略 即智能汽车智节交通加智慧城市 而且呢还在2019年底 搞过一波车路程一体化的宣传 那么华人运通的切入点 我们不是说这个车是一个互联网的中断 而更重要的是城市的节点 虽然当时我们是一个布局 但这个布局呢 实际上它有强大的内在逻辑 因为当驾驶员或者乘客在车上 它最重要的是和交通之间的关系 它是一个交通参与者 其他的生态在它看来是第二层面的 原来高河炫酷的六扇门 亮瞎眼的车灯一堆大屏幕 都是第二层面的事情啊 那至于华人运通在做的第一层面能否做成 我觉得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 而且呢我也没有排面 还没亲身体验过华人运通的这些车路程一体化 如果大家感兴趣 想让我冲一把 可以帮我在评论区at高河汽车老哥 到时候找帮我at的兄弟们一起冲 不过我要吐槽一句啊 华人运通这车交付不多 但官网视频出的倒是不少 还请了一堆老外模特 我猜光制作费就需要百万亮起 那至于这些视频是用来干嘛的呢 你们都懂的 好了 今天我从三个方面聊完了高河 又到了最有意思的环节 小丹尼问答 最近我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 出了一门新课 加入了奇奇创谈 根据地从上海搬到了大湾区 很感谢吐龙人的支持 让我的课程 年轻人的商议分析课冲到了热销榜第二 你们都有责任啊 所以啊 我除了抽几拨奖回馈大家 更主要的是给大家输出更多干货 毕竟我要投入一百多个小时做客呢 但与此同时 肯定也会出现不少质疑的声音 这点呢 我在做课程之前 就有很多人提醒过我 首先呢 我要给那些给我质疑的同学道个歉 确实因为前段时间必要的课程宣传 打扰到了大家 对不起 接下来呢 我来回应下大家的疑问 无非是两点啊 一小丹尼做课程 稳赚不赔 二小丹尼为什么要做这门课呢 那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我是不是做课程 稳赚不赔 那能有这样疑问的 一定是没看我课程第一节的 小丹尼资三圈模型 更没理解资金资产资源的区别 甚至连我在第二节课里讲到的财务三张表 都没搞清楚 那如果你只看我的课程收入 那确实是稳赚不赔 就像你打工 如果只看你领的工资 那不也是稳赚不赔呢 这是典型的只见树木 不见森林 如果你真想高懂我是不是稳赚不赔 更要看我的成本费用 我简单列一下我做课程的成本费用吧 一 前期资金投入 主要是场地设备器材等等 粗略估计15万 二 每节课资金投入 8000元左右 20节课打个折也算15万 三 最重要的一项 我的时间精力投入 总课程600分钟 我准备时间乘以10 相当于100个小时的投入 那如果我把这100个小时 投入去干别的事 你猜我能挣到多少钱呢 说实话 我自己在做课程之前 也没预想到要投入这么多 不过既然选择做了 那就坚持做好 毕竟有那么多的同路人支持 接回答第二个问题 我为什么要做课程 我在课程第三节里 讲到了高期模型 很重要的一点是第四条 双赢思维 说白了就是 我现在并不想玩零合游戏 要玩双赢游戏 甚至多赢游戏 在我看来呢 做课程就是三赢游戏 先说一赢 之前我在小赞尼智星球写过 对我而言 这几年我从互联网大厂的打工人 到家族企业合伙人 再到自己创业 之后的其创谈投资 确实有很多经验心得值得总结 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一生 总要留下些痕迹 其实很早就有各种出版社找我出书 但我认为呢 做视频课程才是我更擅长的 也是这个时代的知识传播主要载体 然后说二赢 对观众而言呢 花不到一块钱 就能买到我一个小时的劳动成果 这是你在市场上 任何其他地方都买不到的 再说三赢 对阿B这种视频平台而言 课程的意义并不只是流量变现 更重要的是增加用户停留市场 而且呢 还有收入多元化 聚拢人才 知识分享的品牌公关效应 那三赢就够了吗 对我来说还不够 我还想做四赢 我决定捐出十万元 为中国乡村教育事业做些事 其实目前我的课程收入还不足十万元 不够的我会自己出钱补上 我会从阿B官方渠道捐出 大家可以放心 那大家也不用担心 我捐款团队会活不下去 那我之前已经把我预定的 盖板特撒Model Y给退了啊 个人享受可以先放一放 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更重要 之前我看到 有位同路人给我留言 他引用了基努里维斯说的一句话 让我印象深刻 他很不开心看到 这个世界里 有很多人拿别人的善良当弱点 那我很赞同这句话啊 但我也同时认为没必要因此不开心 我们本来就无法影响所有人 总会有一些负面声音存在 他们也是在时刻提醒我们 这个世界是多元的 只要我们自己能做到问心无愧 把精力多投入在影响圈 少放在关注圈 我相信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 那这不是我第一次捐款啊 也不是我最后一次捐款 当我在创业初期亏损时都会捐 现在过得好一些了 那就更应该捐款啊 而且我也只是代表 购买我课程的同路人们 为祖国基础教育事业做些好事 就像我总在视频里 引用认证飞的话 自己也总要做些实事吧 最后在对同路人们 多句感谢 引用邓家谦先生 对杨振宁先生信中语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同图 那也请大家多多关注 祖国的基础教育事业 这才是我们的未来 我是小安妮 谈说个机 我们下集见